走在南投吉吉 马路边随处可见掉落的槟榔叶 顺手剪下的槟榔叶 究竟要拿来做什么 原来透过热压机器压磨 竟然可以压出碗盘等环保餐具 一片槟榔叶只要压磨八分钟 碗盘就能成型 当成容器相当便利 你会想要买吗 会啊 因为我觉得它是蛮环保的 南投县内有很多槟榔园和香蕉园 掉落的大型叶子 以往都任由它腐化 不过广民社区的民众 自行设计热压机器 把叶子变成环保餐具 化腐朽为神奇 也引起外国厂商兴趣 好像有意大利的厂商 很贸易厂 把它做得更适当一点 然后能够量产 我想对我们社区 是一个很大的 益住的一个财力 原本被视为粪土的农业废弃物 成为翻转社区经济的黄金 未来机器改良 大量生产 也会改善农村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